这一次我们来了解一下 C Sharp程序的开发环境 Vero Studio Microsoft Vero Studio 简称VS 是美国微软公司的开发工具包系列产品 VS是一个基本完整的开发工具集 它包括了整个软件生命周期中所需要的大部分工具 比如UML工具 代码管控工具 集成开发环境IDE等等 所写的目标代码适用于微软支持的所有平台 包括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Mobile Windows CE DOWNET Framework Microsoft Surerlight 以及Windows 4 Vero Studio在软件开发工具中算得上是历史悠久的长青数了 并且随着DOWNET Framework的升级 Vero Studio也在不断的进化 目前最新的版本是2015版 对于C Sharp的基础学习来说 2010版以后的几个版本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而我们将以Vero Studio 2013版本展开我们的课程 那么我们去哪里获得Vero Studio的安装程序呢 第一个办法呢 是去微软公司的官方网站下载 然后这就是下载的页面咯 还有一个办法呢 是去百度搜索 打开百度 在搜索栏里边输入Vero Studio下载 然后搜索一下 很简单吧 很多第三方的网站呢 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下载 关于程序的安装步骤 我们以Vero Studio 2013的安装为例 步骤非常简单 首先呢 我们需要去选择把应用程序安装在哪一个目录下面 如果你对这个没有概念 建议你使用默认的安装位置 接下来呢 看一看下面 有一个我同意许可条款和隐私策略 来把它勾上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下一步 在下一步里边 会让我们去选择可选的功能 最后要做的事情 就是点击右下角的安装按钮了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那需要我们有一点点耐心 学习编程的过程需要使用到参考书 而没有哪种参考书 比微软公司自己提供的MSDN 更详尽更权威了 MSDN目前以在线的方式提供 我们可以在VeroStudio这个应用程序中呢 单击快捷键F1 这样就可以打开MSDN的页面了 No 这个就是MSDN的页面 页面的左侧有目录 可以供我们检索 页面的右上角有搜索按钮 可以让我们对关键词进行搜索 经常在MSDN上学习 经常与其他的开发者交流 我们的技术就能每天进步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